有誰見過Steve Jobs? 沒有 我見過 不是我真的見過 沒有 沒有見過Steve Jobs 我想楊偉雄 他未做到那個 真的可以統籌 甚至是帶領整個政府 應用科技 和創新的帶領作用 政府成立創科局的時候 很多議員 當時其實爭論的 應該成立還是不應該成立 唯一的分野就是 有些議員就會覺得 喂 你成立了 是不是真的做到 令到各個部門的決策統籌 可以同一個方向 走得更快 走得更加遠 做得更加好 五年前 代表資訊科技界的莫乃光 力排眾議 成為了少數支持政府 港府成立創科局 推動本港創新科技的民主派議員 如今他恨鐵不成鋼 似乎大家都見到 統籌各個部門的政策 是做得不好的 是做得不足夠的 或者證明了是無能為力的 以共乘汽車為例 對比競爭對手新加坡 港府的做法明顯欠缺彈性 但是他們的處理是怎樣呢 馬上就去說 我相信我們的運輸部門 這些部門就要改幾條例 你就可以OK了 這樣就幫他改了 那條例 半年一年都不夠 幫他搞定這些東西 香港的做法就是怎樣 投資推廣署開始說 Success Story 成功故事 帶了你來 跟著他想推出的服務 那時候 運輸的部門 運輸處 運房局就說 不好意思 犯法的 五年過去 不論政府場地系統 受程式攻擊 被人搶票 炒黃牛飛 或是研究電子消費券 或者加快派一萬元 創科局都無助解決問題 你會發現有很多很多這些官僚的情況 在個別 所有 不要說所有 很多的部門裏面 都有這些問題 你跟我說 說什麼創新 但是更加諷刺的就是 我們做市民那個 就要跟他一起捱 捱這個明明是不合理的東西 在今年四月底 港府高層大換班 基電工程署前署長薛永恒 頂提由創科局成立開始 就一直擔任局長的楊偉雄 施永恒應該是三十多年局的公務員 對於政府的架構 他就會熟悉很多 我希望他就落地一些 要跟一些比較基層的員工 做事的人 甚至學生等等 去接觸 不要只接觸大佬 在資訊科技界打滾了超過三十年的莫乃光 曾經在美國公讀電腦電機工程 九十年代中期回流本港 從事互聯網生意 之後開始代表業界 和監管機構周旋 很記得回歸前 1995年 電訊管理局突然間 走來十幾間互聯網公司 互聯網供應商 拉人封鋪 說你非法經營電訊業務 那時是國際新聞 你們現在香港是否言論審查 未回歸就已經這樣 其實當時不是因為那些原因 是因為監管者蒙茶茶 不太知道如何管理這件事 有人投訴 先拘捕 曾經香港科技產業風光一時 但二千年科網爆破 那個經驗是很… 一生難忘 又是 因為之前見到 全民街.com 我們一爆破 那些錢全都消失了 投資者都消失了 很多創業公司都消失了 然後內地那裡就開始了 過多幾年就爆到很大 因為大陸的市場很大 所以會看到那個交換 就是見到其實某程度上 香港絕對是那個時間 已經錯失了一個機會 放眼未來 望乃光的望香港在推動創科路上 盡快找到最適合最有利的定位 不論你說是5G好 很多人經常說AI那樣好 其實互聯網那個應用 一定會深化 而且會越來越闊 坦白說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面對很多很獨特的挑戰 我想真的要看我們 怎樣可以從基本功那裡 由人才的供應 以至到真是我們找到一個適合的定位 集中去做哪部分的工作 這些都是比過去20年 香港面對的挑戰 最多說官員懂不懂 業界不只是帶過短視 看這些問題 現在的挑戰可能是隨時更加大的 所以真的對我想 無論是官員和行業裡面的人 都是一個更加大的挑戰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東網想你看新生佐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S 奉取豐富獎賞